90岁老烂腿坏死案例 三个破口溃烂造成疼痛且有恶臭 医院告知必须截肢才能保病 老先生不愿意截肢 决定接受原始点疗法 3月14日志工用姜粉泥按推整个右小腿 以纸巾和保鲜膜包裹 再用暖电24小时温敷 隔天腿已不痛溃烂处有液体流出 皮肤颜色开始变浅 3月17日溃烂处流出鲜血 志工改用姜粉喷换处 其他地方继续用姜粉泥按推温敷 3月24日开始服用浓姜生汤 红身30克加干姜50克 并用姜粉泥60毫升灌肠每天一次 隔日起可以自行排便 无需靠药物解决便秘问题了 3月29日体力开始好转 站立行走不用扶着了 4月18日伤口逐渐结痂 继续喷姜粉 用红外线照射 第一天 第40天 第90天 经过90天的调理 坏死老烂的腿有了显著的改善 愿此案例的分享能让更多人受益于原始点医学